杜副县长 我现在很想叫你松山 我想劝你 如果你真喜欢雪晨的话 一定要尊重他的感情和他的选择 你要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都能自己选择了 还要我这个当娘的干什么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吗 娘 女儿不孝让您生气了 可是你想想宋庆龄好吗 当年她爱上中山先生的时候 父母也是反对的 后来她逃出了家 远渡重阳嫁给中山先生 陪着中山先生完成创建民国的伟大创举 现在不也被传为佳话了吗 你 她杨冠宇是个什么东西 你拿她比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医生 娘 杨冠宇是一个有文化有抱负 有风度有休养的好男人 我不管她是啥样的人 反正我女婿是杜松山 换了别人 我不认 娘 那女儿也跟你说一句死话 现在我心里只有杨冠宇 换别人 我不嫁 宋山 在这件事情上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下 我们还算不算朋友 当然是 你不是说你不玩来吗 你不是说你有啥狗屁的做人原则吗 那句老话怎么说 朋友妻不可欺 这是不是最简单的做人的原则 第一何雪珍她现在不是你的妻子 第二她爱上谁 那是她的权利 你不要老把雪珍挡在前面 要不是你出现雪珍会变心吗 一句话 你给我让开 我不会让她 因为我爱她 爱情是人类灵魂当中 最值得赞美的私欲 宋川 我们是好朋友 如果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我也不会把我的爱情 当礼物送给你 你要什么都可以 这是我的原则 你够屁 我苦巴巴等了这么多年 你不让我喜结良缘 你刚来人两天半 你就把人抢走了 你这是叫啥狗屁爱情 你告诉我 你这是哪家的爱情 如果你现在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我不用你解释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给我让不让开 我可以理解你的愤怒 我可以理解你的愤怒 只要你不这样对雪真 只要你不这样对雪真 你想怎么打我都行 只要你心里痛快 打吧 我没你这个朋友 多谢罗先生 多谢罗先生再造之恩 还是谢你自己吧 要不是你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了姓潘的身上 我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其实我就是入室交代的 好多事情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都是那老潘 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是 向洪年是怎么死的 你交代了吗 罗先生 您 起来吧 既然我把你保出来了 这件事自然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是 谢谢罗先生 骆先生 我才明白 感情的老潘一直是为您 我看你还是想死 骆先生 黄老四从今以后追随骆先生 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半句 还算是个聪明人 我已经批过了 给你寄个大过 继续留在政府里供职 老潘走了以后 有很多事情 随时听后陆县长的吩咐 姐 我真的很想跟他坦白 我想告诉他 我心里要说的话 你要跟杨医生说什么呀 姐 姐 还归你是我姐呢 连我的心思都不知道 非要让我说出来啊 你什么心思啊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我不是在船上就跟你说过了吗 船上 什么呀 我不记得了 姐你坏 我喜欢杨冠宇 我喜欢杨冠宇 我喜欢她的微笑 喜欢她叫我秦小姐时候的样子 我喜欢她的一切 你才多大呀 还不害羞啊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杨医生没有成家呢 我都问过谢霖了 她不仅没有成家 而且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谈恋爱呢 你觉得她会不会是在等着我的出现啊 姐 你别笑 我是认真的 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渴望见到她 无时无刻不再渴望 姐 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 我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可能更喜欢她 你们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姐她刚刚回来 有关潘士雄盗用伤兵医院专用款 倒卖药品一案 还存在很多疑点 大量赃款尚未追回 所以得请方淑云小姐跟我们回去 接受调查 姐 我都听见了 我喜欢你 你让你开心 你把我带来 你来自于是 我来自于我们的心里 我可以带来自于 你带来自于 我来自于 我来自于 请你以后不要再提成亲的事了好吗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们没有缘分成为夫妻 我们应该是兄妹 你陪我 你陪我 你活着 你陪我 都是我的错 看他太不像话了 将来过了门 你可要多担待他啊 我喜欢上别人吗 我喜欢上杨冠宇了 我喜欢你 我不许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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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 你打算早样对待学真 能不能不要在我工作的地方谈这件事 不能 好 我告诉你 我会尽我的力量让他幸福 虚头巴脑的话我不听 我让你 就像我那样对得学真好 不可能 我不会像你那样对他的 我们两个人性格太不相同 怎么可能要求我跟你一样 去对待一个你喜欢的人 我想 我很懂得学真的内心世界 他也同样理解我 这就是你我的不同 也是为什么学真会选择我的原因 你还敢拿这屁话来气我 你惹我 我可以打你 而如果你是对学真不好 我就逼了你 宋战 我非常理解你对学真的感情 很深 也很真 但是 怎么说呢 学真有你这样一个哥哥 那是他的福分 请你相信我 我怎么对他 这一辈子你能看得到 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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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珍她太任性了 你们别怪雪珍 这事不怪雪珍的 这啥事都是命里注定的 杨冠宇 她也算是个好男人 雪珍跟她在一起 高兴就好 可宋善啊 我们老何家对不起你啊 伯母您别这么说 不管啥时候 您都跟我的亲娘一样 宋善哥 雪珍你听着 你和那姓杨的事儿 娘不管了 可无论到啥时候 你们都得对得起你松山大哥 我今天做个主 不给你找到一个好姑娘 雪珍她们也绝对不能成亲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就这么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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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夫先生 杜夫先生 你咋出来了 跑出来的 哪能呢杜夫先生 我以前呢是犯过错 可那完全是受了老潘的蒙蔽啊 完全是被骗被利用 县里头给了我一个鸡打锅处分 我心里也非常后悔 不过您放心 从今以后 我一定好好的为党国卖力 带罪立功还不行吗 这不现在我们正查那事呢 哪件事呢 就那件事啊 查咋样 关键的问题啊 是大量的赃款去向不明 还有 就是方淑云这个人呢 非常可疑 他咋了 不是您查出来他与药瓶有关吗 好 好 我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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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害你 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官 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啥意思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觉得 对我最重的处罚 可能是潜回原籍 不过我无所谓 在哪儿都可以参加抗战工作 你懂 我只是希望 你以后要保重身体 洛爷子 苏珊啊 来来来 快来快来 你看看我写的字 怎么样 我哪认识那么多字啊 我倒忘了 杜仙长 我念给你听啊 国共合作 同心共赴国难 怎么样 好好好 我是说那方淑云 差不多 放了吧 方淑云 想起来了 刚才他们向我汇报过 哎呀 这个方小姐啊 她很不配合呀 你知道 潘师兄侵吞了大量的钱款 至今没有下落 本想 在方小姐这儿 能够了解到一些情况 查到赃款的下落 可是方小姐呢 当然 我并不相信 方小姐真的会和潘师兄 有什么勾结 可是你查到的那盒药 那可是铁证如山啊 所以 我 批准了他们的处理意见 嗯 把方小姐 遣送回原集了 站住 你是来干嘛的 我 我来给方小姐换药 不用了 方小姐今天就得离开玉城 你别让我的东西 喂 熊小姐 这是怎么了 谢医生 谢医生 麻烦你转告杨院长 我和我姐姐今天就要离开玉城了 我以后有机会 一定会去看他 为什么呀 那你 就我也讲不出啥道理 可是我觉得啊 这件事是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方书云 那就 查不到老潘 抓不到老潘 咱们查不出那个设备 查 这我知道 而且我还专门做了调查 方小姐在难民转运站工作的非常出色 就是嘛 而且是个难得的人才 可是 上面有具体的规定 像方小姐这样 从重庆方面派来的人员 一旦出现问题 只能遣回原籍 这原籍是哪儿 武汉 一旦去他回去 白送死吧 这我也知道 一路上都在打仗 他根本回不了武汉 可是兄弟我爱莫能助啊 难民转运站的工作人员 一转眼 自己成了难民了 那你直说 我咋样才能把他留下 除非 他真的成了咱们玉城人 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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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你别追了 请小姐 你别忘了告诉杨院长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 你不要走 你不能走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做老婆 你觉得咋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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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老师 快快快 老师 快快快 我正找你 跑哪儿去了 马上安排这些新伤员们做全面的体检 然后根据从前线带来的病例和体检的结果做一些比较 确定治疗方案 对于一些重的伤员先做一些常规的体检 好 去吧 杜副县长向方淑云求婚了 什么 我是说杜宗山向方淑云求婚了 方小姐她答应了吗 答应了 当着好多人的面答应的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老师 人家求婚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我就等着这一天哪 淑云同志 你的个人问题 我已经向川南地位做了汇报 地位做了认真的分析 认为 杜宗山是一个正派的官员 尽管他是国民党员 你是共产党员 但是 乐观地估计 这不会影响你们成为一对美满夫妻的 而且 对你以后开展统战工作 也创造了一个有力的条件 谢谢林校长 其实 其实我答应他 也是为了能够继续留在玉城开展工作 你们的情况 我已经有所了解 实际上 在这之前的工作中 你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 是不是 书云同志 祝贺您 谢谢 那个 婚礼 您已经得了 热定下来我讨一个同志 来来来 宋山 这 这 这 太突然了吧 那何小姐 何小姐怎么办 那事过去 你 又不提了 我现在就是要娶方朱云 这样他就算咱们玉城人了 你要是还想把他遣送回远基 那我就跟他一起回武汉 反正大后方我也带你 这波子里的弹片 让杨光瑜取出来了 我就带着老婆 干脆一起上山上 哪里话 哪里话 宋山呢 玉城可以没有骆某 但不能没有你杜宋山呢 不能没有抗日英雄 你是本县的光荣 宋山老弟 你可千万别动气 你和方小姐的情谊 骆某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当然了 话说回来 要不是洛某过分坚持原则 即便你们有情有义 那他也不会这么快 对不对 好好好 不说了 你放心 婚礼洛某一定前去参加 而且还要带上一份厚礼 恭喜 你说什么 怎么了 你怎么要跟 跟要吃人似的 哪冒出来的何小姐 杨院长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那么快就要结婚了 我也不大清楚 我就知道给那个姓杜子 做手术的时候 我老是让何小姐 在手术室里看着来着 老师还说 老师还说那个爱情来了 是没有道理的 是不可抗拒的 是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在船上就认识了 不行 我得找他问问去 哎呀 你去找谁啊你 我找杨乱宇 我得问问他为什么 他不在 他去何小姐家 去拜见岳母大人去了 你怎么了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奇怪啊 我老师听说 你姐姐要嫁给杜松山 高兴得跟疯了似的 你怎么听说我老师要结婚你 你怎么还哭了 秦小姐你听我说 那都是他们的事 咱们还年轻 咱们将来 我没有将来啦 哪 哪啦这是 我也没 没说错话呀 宋山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儿子 娘 来 起来 娘很高兴 你这么快就找到一个好姑娘 方小姐 来 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 宋山她身体不好 你要多照顾她 她呀 是个康腔杆子出身的人 脾气不好 你可要多担待她呀 您放心 我会的 日子早就选好了 下月初八 你们兄妹俩的喜事 一块办吧 谢谢 真好看 这是太太让我们给你送来的 和小姐的一模一样 她的女孩 不应该是鸟杂子的 你不应该是鸟杂子的 我看你不应该是鸟杂子的 我看你不应该是鸟杂子的 我也真佩服你 咱们留着点 留着点给下半辈子用好不好 姐 就别取笑我了 人家杨医生和何雪珍是天生的一对 你就别想不开了 我想开了 我不哭了 我等 你等什么呀 我等到杨医生和何雪珍离婚 我就不相信他们俩能好一辈子 你说什么胡话呀 今天是人家的大喜日子 你说这话多不吉利啊 我而留在他身边 我而让他知道 我才是最适合他的人 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他会爱上我的 我岳母大人给你准备的礼服 你怎么不穿呢 我是个军人 还带着我历过的公娶媳妇 你不是也有吗 你咋不穿呢 我觉得穿这身我很舒服 什么破 Nous 为了染这肩膀缺席 有这些晴蜜 也能叫个衣服 说话不要这么刻薄嘛 今天大喜的日子 我觉得我们俩真是有缘 连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都得在同一天办 事不有缘呢 我现在啥事都跟你搅和在一起 搅和在一起不好吗 宋珊 我真是觉得这个冥冥当中 有一种力量在安排 我希望我们俩日后 从今天开始啊 能够成为好朋友 一成相伴 那要看你早做人了 你要是好好对对确认咱们就是朋友 要不我饶不了你 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你要这么说 我就该怀疑你怎么对待方小姐了 你放屁 他这样给我你担心可是 那你担心我干嘛 你让 让 我也找着 你抢啥你 你 来 来 你 你 你好了吗 你给我照照 方小姐 不对啊 你说我应该叫你嫂子好 还是叫你姐姐好 叫名字就最好了 其实我特别羡慕你 大学毕业又有一份工作 可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做得也很好啊 我听说你在街上弹琴 为抗战募捐过 很让人敬佩 你今天什么感觉啊 什么什么感觉 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 现在又特别紧张 我呀 为了哄妹妹 一直没顾上吃饭 现在只觉得饿 妹妹怎么了 她 她 小孩子嘛 看着姐姐结婚 心里不好受 好 你是不是得先给我打一针啊 我怎么能 用那种感觉 按我跟你制定的计划 下一针是在两天以后 不是 你必须得先给我打一针 你这大喜的日子 让人看见了笑话 还想不想接了 想接你就必须听我的 你现在要用你的意志 控制你自己 不要去想她 不是我去想她 小点声 是她没老给我找麻烦 你还是给我打一针呢 啊 你这要是提前来了 我就在当中出针 早就给你备好了 早就给你备好了 这事啊 买这锅 不要这锅 接着 这是真经济 一力能管六个小时 足够你维持这个婚礼 我为啥老子听你的 你这是在听医生的 秦小姐 你好 给你姐夫道醒来了 小妹啊 你看 今天 杨院长 我是来找你的 什么事啊 上次我送你礼物的时候说过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 对对对 你现在应该兑现了 你说吧 什么事 我不许你结婚 啥 说啥 我跟你们斗着玩呢 有啥话好好说别逗 你说 我知道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会为难你的 我是来让你答应我去伤兵医院工作 好啊 想到伤兵医院工作 我也很支持你 但是你要知道 在医院里面工作一定要具有 专业的能力 我告诉过你 我在武汉就学过占地救护 对 那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 还不够专业 我可以一边学一边做的吗 谁一生下来就是天生的护士 再说了 我以后还想当一名像你一样的医生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今天就一直跟着你 反正你今天是新郎 我什么都不是 我不怕 谢谢 何夫人 恭喜恭喜 今天您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同喜同喜 怎么把洛前长也劳驾过来了 要来的 要来的 今天的两位新郎 是玉成的动良之财 是洛某的左膀右臂 洛某不再要来 还要为两对新人主婚 谢谢 刘先生 真的 欢迎欢迎欢迎 能和秦小姐做同事我 我太荣幸了 那希望你以后多多帮助我 我还要向你多学习 我想尽快的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手把手的教你 护士 向正 roster 战法 中文 Bea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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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各位长辈 各位同仁 各位挚爱亲朋 今天是一个 非同寻常的日子 许臻 一边 双집 一边 快跑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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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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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kabin square 施虱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孩子们 不要乱跑 行李 我在这儿 马上组织医护人员上次抢救 好 快 我不赚 不赚 小虎 现 result 偷 şimdi 军队上剑 协助上灵验 抢救社长白京 是 到我了 跟我走 快 月辰 走 回我去吧 战争像台风 呼啸而来 毁灭一切它可以毁灭 就在父亲新婚的那一天 玉成在他的眼前烧成了一片火海 父亲和杜松山双双抛下了新婚妻子 带着各自的队冲上街头 有好几次 他们在硝烟里擦肩而过 在任何意义上讲 这个时候 他们是战友 为保卫自己的国家 和同胞而战